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 记住下面十句话 每一点都十分朴实 建议收藏好 对每一个人都十分有用 一学会沉默 不是所有的事非都能说清楚 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事与非 在多说无意的时候 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二回归平静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 平静的心态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三学会弯腰 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 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 这些都不要紧 想开点 放开点 即使是弯个腰 道个歉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不要想当初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 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更不要总是说想当初 五继续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时刻保持学习的激情 不做被时代抛弃的人 不给子女和他人添麻烦 六保持单纯 不要思考太多 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 七偶尔俗气 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 偶尔的小小放纵 偶尔的俗气会更平易紧人 八好好打扮 要趁着我们现在背还挺的直 腿还走得动 多穿花哨的衣裳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去看最美的风景 去拍最美的照片 酒糊涂一点 看透不说透 不和家人争争吵吵 不和朋友斤斤计较 不给自己乱找麻烦 相信傻人有傻福 好人有好报 时经常祝福别人 我们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 当你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甚至能得到双倍的快乐 那你晚到 bat�